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最近几年几次到希腊去旅游和考察 也去关心一些我们关心的事 那么当然了希腊主要是一个就是古代的希腊 是大家都了解 是大家都很热门的 去希腊很多人主要也是看这些东西 那么所谓的两西文明也都是和希腊有关的 希腊本身就不说了 希伯来文明 希伯来的宗教或者说就是基督教也是经由希腊传到欧洲的 保罗彼得都是首先到希腊 然后经过希腊去罗马传教 那么假如说 当代西方文明的根是希腊的古典文明和希伯来的宗教 那么这两者结合也是在希腊完成的 而且这两者的结合其实也就是在希腊是表现的最典型 典型的就是拜占庭 我以前曾经讲过 拜占庭 他跟那个罗马帝国不同 就在于罗马帝国是讲拉丁文的 他是讲希腊文的 而同时拜占庭又是一个基督教 基督教是国教的 但是这样一个国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长达一千多年中 其实都是相当停滞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说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千年的停滞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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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其实任何文明都可能发生停滞的 那个拜占庭时代 就是希腊从希腊化以后一直到那个那个十九世纪 基本上也是处于这种停滞状态 尽管古希腊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曾经有过非常之令人深刻的变化 但是两个加在一起的希腊 在整个欧洲可以说是一个停滞的典型了 但是更令我们感兴趣的其实还是希腊的近现代转型 这个当然也是和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关的 因为我们考虑外国的事情其实还是以本国为出发点的 那么大家知道现在一谈希腊就是谈古代 但实际上近代的希腊历史也是非常 近现代的希腊历史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们知道希腊从1821年就发生了他的革命 他这个革命当然从民族的角度讲是摆脱奥斯曼 土耳其人实现希腊的民族独立 但是就社会制度而言实际上也是摆脱奥斯曼帝国的专制 而走向民主走向宪政民主制度 那么这个转型从1821年发生 以后就跌跌冲冲 实际上是一直都是进一步退两步 进两步退一步这样 经历了无数的波折和灾难 其中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 在1945年前以后的几年中 希腊差一点就建立了苏联式的制度 当时那个希腊内战曾经有一度 那个希腊共产党的武装是占绝对优势的 后来又出现了军政府 那个独裁的很厉害 这个这里我要讲 在希腊军政府时期独裁到什么程度 独裁到连亚利斯多德斯诺芬的著作都不让读的 那个时候说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敏感 一直到1974年 那个由于我后面要提到的原因 那个军政府才垮台了 垮台以后希腊就实现了民主化 而且很快实现了民族和解 从197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50年了 那么可以说希腊的宪政民主制度在这50年中 一直是非常平稳 非常有效的运行 一直到目前 可以我们可以说就是民主制 如果说古代的民主希腊曾经在希腊辉煌过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有2000年左右就消失了 那么消失以后可以说民主真正在希腊扎根 是在1974年以后 但实际上在1821年 古希腊人 不 近代希腊人就已经开始为民主宪政而流血了 那么这就是我要讲的希腊的独立战争 那么从1821年到1974年 可以说经历了150多年的历史 这是在一个两西文明的家乡 是吧 可以说是两西文明的那个根杂的最深的地方 那况且如此 那所以我有的时候如果看看希腊就想啊 如果希腊从1821年到1974年 要经过150多年之久 那么中国这样一个情治2000年的一个土壤下 这个民主制度或者说宪政制度的实现 恐怕要经历的坎坷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 而且我后面就要讲到啊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一种立足中国问题的眼光来看希腊 就会发现虽然中国中华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和希腊几乎是没有交集的 尤其是在近代以前 是吧 所谓的轴心时代 我们和古希腊都同时出现思想的爆发 但是两边几乎没有影响 那么以后当然就更谈不上 但是 在文化基础差异那么大的情况下 其实希腊近代经济政治转型中的很多逻辑和因果关系 在中国也是似曾相识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想想这两者做一个跨文化的对比 其实也挺有意思 那么好了 我们在这次讲座之前呢 给大家发了几幅照片 这几幅照片就是和希腊的1821年革命有关的 1821年的革命 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辛亥革命 是吧 中国的辛亥革命有两个内容 一个就是汉族摆脱满清 就是所谓的反满清汉 反满清汉呢 就是这个汉民族主义 当然我这里讲的不是中华民族主义 是吧 所谓驱逐大陆光伏中华 汉民族主义 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其实以前往往被 往往被忽视 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对 那个孙中山他们这一支来讲 我在 呃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走出地质 这本书里头就已经讲了 其实在呃辛亥革命的时候啊 所谓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 并不在于呃他们追求宪政呃 呃到底有多少什么激进啊 渐进啊和平啊暴力啊的区别 是吧 其实当时的立宪派也是很激进的 而且他们也不排除暴力的 是吧 那个户序变法就没有排除暴力嘛 那差一点就要用 呃军事手段来干掉 慈禧是吧 大家知道至少是有这个选项的 但是当时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呢 真正的分歧其实不在于呃到底是要和平还是要呃暴力 是吧 真正的分歧其实就是要不要排满 是吧 就是那个呃 当时的立宪派就明的讲说他说他们搞的也是革命啊 因为他们都知道嘛呃 摆脱专制建立那个民主 是吧呃呃 民主不一定是共和了啊 立宪呃 那个那个呃 那个君主立宪也可以是民主的 像今天的英国一样 是吧 呃 呃他们说呃从专制到民主就是革命 只不过他们主张的是政治革命 而革命派呃 就是那个孙中山他们要搞的是种族革命 或者说是民族革命呃就是反满心汉 他们是反对的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观点看 其实呃在1821年古希腊 呃那个那个希腊人他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呃一方面他们要呃建立 近代的政治制度摆脱专制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要摆脱土耳其人的那个民族压迫 那么在呃这个民族呃民族独立呃或者说民族革命 和那个呃政治体制的呃转型呃同时叠加的状态下 不管是希腊还是中国 其实有很多逻辑 我觉得现在看看是挺有意思的 呃我们知道这1821年的时候啊 希腊呃受那个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其实已经四百年了啊 尽管拜占庭是在1453年才沦陷的 但是在拜占庭沦陷之前 其实土耳其人已经统治了今天呃今天希腊版图内的几乎所有的地方是吧 这些地方都是先于拜占庭被呃土耳其人统治的 那么到了呃1821年已经有已经四百年之久 那么这四百年中啊呃希腊社会呃出现了很多变化呃 那么这个变化当然也积累了很多不满呃 呃到了1821年的时候啊 其实当时反对呃奥斯曼呃呃那个那个温壤这个作为革命的土壤啊 作为这个1821年这次事件的土壤啊呃 呃其实是有很多事情 第一当然就是 那个希腊民族或者希腊文化的一个觉醒了 那么希腊民族和希腊文化的觉醒呃 当然说穿了就要和那个东正教搞在一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呃如果你要讲两西文明要讲基督教 那么基督教这希腊当然就是东正教了 而且也可以说呃后来的天主教新教都是后来的最早传入 那个欧洲的呃最早传入欧洲的基督教派就是延续到后来成为东正教的那一支 所以他们自己一直成为正教 这是呃呃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呃呃我们现在讲的呃呃东正教 东那个词是其实是汉其实是那个汉语加上去的是吧 实际上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正教啊他们是基督教的正统是吧 那么奥斯曼帝国 征服了这个希腊以后啊其实并没有呃消灭基督教 是吧大家知道呃奥斯曼帝国的那个宗教制度啊是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他实行的是一个所谓的米利特制度什么叫米利特制度呢 米利特制度就是利用宗教尤其是利用正教合一来管制啊 啊那个那个呃当地的人呃讲个简单一点就是奥斯曼时期啊呃就是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啊 他一方面他当然是伊斯兰本位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 尤其是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有一个制度就是他有一种税是只是对异教徒征收的啊 穆斯林就不纳这种税那么你只要是异教徒你就都要交这种税啊 啊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宗教歧视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除此之外是吧如果你多愿意多交一些税 他也允许你啊那个那个存在 而且他允许啊这个其他宗教当然在欧洲主要指的就是基督教 他允许其他宗教的教会管制他的教民 不但允许他很鼓励因为他觉得用这种呃控制少数的那个宗教上层 然后用宗教上层搞一种政教合一式啊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大家知道这种呃这种呃这种呃汉地实行汉治呃游牧地区实行游牧制度 这种所谓的南北院制度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呃 呃征服了以后也是经常用的是吧 包括满清也是这样满清治理齐人呃用八旗制度 但是治理那个汉族人呃他也是用汉族人的那一套是吧 那么呃呃当时有一大堆的汉族呃官僚那是构成满族人统治汉族的一个主体的 呃那么在呃奥斯曼帝国也是一样 奥斯曼帝国有一项制度叫做米利特制度呃 米利特制度如果专门用于东正教又叫做罗姆米利特 因为呃米利特制度是对所有宗教都适用的 不光是对呃东正教了 但是如果你是东正教他就在前面加一个罗姆 啊罗姆米利特罗姆其实是罗马的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 那么这个罗姆米利特实际上就是呃拜占庭当呃不是 那个奥斯曼当土耳其人呃呃他扶植了一大批 那个呃呃就是希腊人做他们的狗腿子 尤其是这些人中大量的都是那个呃呃那个东正教会的 那个那个呃呃那个那个呃高那个那个高层呃 呃大家知道东正教他有一个特点他不像呃呃传到欧洲去呃传到西欧去以后 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呃呃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呃 他基本上和世俗权利都是呃呃有所分割的 是吧那个天主教呃呃他当然不讲什么宗教自由 但是他跟那个世俗王权也是呃也是分开的 但是东正教他就有很早就有宗教合一的传统 那个拜占庭就是这样后来的沙皇后来的沙皇俄国当然就更是这样 所以那个呃奥斯曼他要搞那个他他那个米利特制度就是发展了这个政教合一 他把呃基督教也搞成一个奥斯曼的官方宗教呃自己出钱养活了一大批那个宗教上层 包括呃拜占庭的那个东正教普世大牧手啊 就是当时的格雷格雷五四啊当时都是高官厚禄的呃而且那个下层的那些呃呃 那个那个主教啊什么什么也都是这样 那么这么一来啊就是这些人呃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个呃在当时的这个希腊呃 呃这里我要讲所谓的希腊我这里指的是希腊人所居住的地方 呃因为当时希腊和土耳其呃他不像现在这样的两个国家呃由于独立以后进行了人口交换呃 所以希腊几乎都是而土耳其几乎都是伊斯兰他没有呃宗教的多样性了但是奥斯曼时期不是这样的奥斯曼时期小亚西亚就今天的土耳其有大量的希腊人或者说东正教徒 那么在今天的希腊版图呢也有大也有很多穆斯林也有很多土耳其呃也有很多土耳其人是吧 那么呃呃当时啊他们就实行这种呃就是呃这个这个以东正教管理希腊人以呃呃那个那个呃呃清真寺呃管理那个呃 穆斯林呃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做法呃不管是清真寺还是东正教会都是官办的是吧都是那个那个政府的控制很厉害的而且呃呃这等于是两手吧也既拉拢又打压呃呃这一套东西还是挺有用的呃所以我们看到啊那个呃呃很多人都说这个文化差异多重要文化差异多重要那么文化差异很多就是宗教差异 那么这个呃呃东正教在反呃呃在反呃呃在反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呃当然肯定是起了作用的因为东正教是希腊民族的一个呃尤其是中世纪以后是希腊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凝聚力是吧那么你是希腊人呃主要的特征就是你讲希腊语信东正教是吧 所以呃东正教是使得希腊在土耳其统治的四百年中能够保持民族特性的能够有民族凝聚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讲到东正教会在呃当时希腊人反土耳其的斗争中起什么作用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应该说无论是从那个近代宪政制度的 呃思想的传入还是就呃希腊民族独立意识的传播而言呃在很长一个时期东正教会尤其是东正教会高层是跟奥斯曼帝国是站在一起的是吧是跟那个呃是跟希腊的变革其实是呃其实是非常之不友好的或者也可以说呃是很反动的是吧呃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也不奇怪这就像呃呃中国在满清时代的那个汉族高层一样是吧当时的汉族高层或者也可以说是儒教是吧那么呃呃呃呃讲着儒家话语的那些人啊当然他们是不是真的具有儒家精神这个就像呃中正教会的一些人是不是真的具有呃宗教精神是吧就是那种抗争独立的那种精神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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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来对汉族进行统治 那么这个 在希腊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人呢 尤其是在 因为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是吧 大家知道洪跨欧亚非 统治的民族也非常之多 但是他的首都 是在军事坦丁堡 也就是原来的拜占庭 当时的拜占庭还是一个 希腊人口占的比重很大的城市 那么他站了 这个地方几百年 实际上希腊人也被驯化的很多了 所以当时的那个希腊 住在拜占庭的希腊人呢 住的一个地区叫做法纳尔区 那么法纳尔就成了 清拜占庭的希腊人 或者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如果站在希腊反土耳其的立场 几乎就可以说是汉奸了 是吧 就是等于是 长期以来是支持奥斯曼的那些希腊人 专门叫做法纳尔人 那么这些人的特点是文化水平比较高 大量文化水平比较高 大量都是住在大城市 而且他们不但世俗文化 那个那个很发达 那个宗教文化 当然拜占 东正教那更是控制在他们手里 是吧 那么所以他们是 而且他们帮 他们在成立很长时期是 应该说对奥斯曼帝国是忠心耿耿的 是吧 就像 中国满清时代的什么 中国藩的这些人 是吧 对清王朝也是忠心耿耿的那样 尤其是在 那个奥斯曼帝国 在向欧洲基督教地区扩张的过程中 这些人为奥斯曼帝国统治基督教地区 提供了很多官员 提供了很多那个交流的渠道 就是当翻译啊 当那个 这些人 是吧 为他们管理当地的民众 而且大家知道从 东正教从那个拜占庭以来 他就已经习惯专制 包括 东正教在拜占庭跟拜占庭帝国的那套官僚制是结合起来的 后来传到俄罗斯又和俄罗斯的沙皇制度也是结合起来的 是吧 所以他也很适应这一点 所以到了那个 到了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新的这个思想传入希腊呀 其实跟传入中国是一样的 尽管这个所谓的新的思想 就不管是近代民族主义也好 是那个自由民主宪政人权这些概念也好 其实都是从西欧 产生的 但是他们进入中国进入希腊都有一个中介 我在走出地质里头讲 进入中国的中介就是日本 是吧 这个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说实在的 不可低估 是吧 我们以前是重视的不够的 我在走出地质这篇东西也已经讲了 是吧 那个那个日本直接刺激了中国的明治维新 那么那个明治维新 不 戊戌变法 那么戊戌变法以后 到了立宪派呀 革命派呀 那些人基本上也都是留日的 就连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留日的 是吧 我提到那个 南城北里加上一大的13个代表 一共15个人中间就有6个是留日学生 那个留法学生是一个都没有 是吧 那个有人说什么法国极进主义如何如何影响 这个恐怕都是不对的 当时什么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 那所谓的东方吹来十月 那个 所以啊 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 其实中国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日本人知道 而希腊人呢 希腊人这两方面的东西啊 很大程度上是经过俄国 知道的 是吧 因为呃希腊和那个呃希腊和俄国呃呃 那个那个都是东正教国家交往也很多 而且近代打的交道很多 是吧 那个呃俄土战争呃就打了很多次啊 先后打了七八次之多 呃 接受呃还是争取民族独立都是打俄国的主义 那么俄国在叶卡吉林娜时代也出现过启蒙运动 大家知道呃伊卡吉林娜就是号称号称是启蒙女皇嘛 他是那个非常崇拜福尔泰的 是吧 而且也是那个时候引进了大量的呃德国人建立科学院 是吧 那个什么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呃如果说在中国人看来呃西方值得学而日本学西方左右成效 那么怎么学西方我们要呃参考日本 那么对于希腊人而言这个所谓的日本就是俄国是吧 那么俄国学西方也很有成效啊 从彼得大帝到叶卡吉林娜都是是吧 那么我们要学西方啊那就是转进俄国去学啊 所以俄国对呃这个启蒙运动呃传入希腊 俄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无论是日本学习西方还是俄国学习西方 就政治转型而言其实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两个国家无论是俄国还是日本 在接触西方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都是要呃克服他们的所谓的呃封建呃 呃所谓的贵族制度而逐渐逐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过程 是吧 那么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要废番自信 那么俄国的比从彼得大帝一直到呃叶卡吉林娜 其实也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的 是吧 要强化 讲的简单点就是强化帝制的 是吧 实际上呃 要限制军权呃 呃要要是要呃 引进宪政呃 这个是亚历山大一世以后才有的 那个到叶卡吉林娜的时候呃 从从彼得大帝到叶卡吉林娜所谓的学习西方 其实都是要呃 加强皇权的呃 那么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那个那个明治维新就是要呃 用天皇取代诸侯嘛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传到呃 这个这个学习西方如果借助这个拐棍的话 就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就是呃 把这个俄国和日本呃 他们学习西方要解决的问题就引进了啊 希腊或是会产生一系列的那个问题 那么 中国当时啊呃 很多这个新的东西是从日本来的 包括同盟会呃 也是包括导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 也是一九零六年在呃 在日本建立的 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 希腊也是一样 是吧 希腊导致1821年希腊革命的 那个近代民族主义和启蒙团体 呃 类似于中国的同盟会那样的一个组织叫 有意识呃 有意识 因为有意其实就是同志啊 那个那个结盟的意思 是吧 是吗 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呃 会了 是吧 所以我有的时候说啊 中国人把这个词翻译成有意识 其实不妨就翻译成同盟会 也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这个会是在什么地方建立的呢 这个会就是在今天的乌克兰 奥德萨 当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 呃 海港了 这个海港呃 大家可以知道离希腊比较近的 是吧 那里有大量的希腊商人 是吧 还有希腊学生 是吧 那么这些希腊侨民呃就在奥德萨建立了呃有意识呃 这就像中国的那个刘日学生呃 华侨呃华人在呃日本建立了同盟会是一样的是很瑞士的 那么他们呃其实基本上做了做的事情也都是一样的一个就是呃民主意识 是吧 在中国就是反满兴汉在呃希腊就是反对土耳其人 一个就是近代意识 是吧 就是所谓的启蒙啊 就是所谓的那个立宪呢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么呃 在那个呃 19世纪末 呃 19世纪初 那当然要比中国要早了 是吧 19世纪初中国连鸦片战争都还没有 但是呃 在呃 但是对于土耳其而言呃 呃他的整个这个历史呃 这个历史进程比中国要早一个世纪嘛 是吧 中国在19世纪末变成呃 就是等于是被西方呃 就是好像是已经是老大帝国要衰败了 呃 但是在欧洲 那么奥斯曼帝国的危机就更早 是吧 奥斯曼帝国的 可以说从那个法国大革命呃 呃 的时候啊 就是在那个奥斯曼帝国扩张到最厉害的时候扩张到维也纳城下嘛 是吧 以后他就在逐渐逐渐的走下坡路 那么到18世纪晚期他就已经在俄土战争啊 在那些呃呃就是经常走 经常是呃 占下风的啊 就是已经呃 是18世纪晚期的土耳其其实就已经跟19世纪晚期的大秦一样 是吧 他处在西方的那个呃 呃 那个那个呃 西方和俄国的呃 那个压力之下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呃 呃 呃 这个所谓的友谊社也开始传播这个呃 新的这个思想 而且呃 呃 俄国的这些无论是启蒙思想家 韩式呃 1821年运动中领头的那几个人啊 就是那个伊普斯伊普希兰蒂斯兄弟啊 卡伯吉斯迪亚斯兄弟啊 这几这几个人都是在俄国待过很长时间的 甚至有甚至他们很多人就是在俄国工作过 是吧 那个希腊独立以后的第一个总统就是卡伯吉斯迪亚斯 是吧 就是我在呃 这个发的那几张照片中有一个 呃 希腊国旗下面的那个人就是希腊的第一个总统啊 或者说希腊共第一共和的呃 那个第一个总统卡伯吉斯迪亚斯 那么这个人他就是呃 希腊人但是在俄国呃 混过很长时间甚至当过沙皇政权的呃 外交副大臣 那么大家知道从十九是呃 从十八世纪的呃 晚期 俄国的势力就开始进入那个地中海啊 呃可能大家知道有个海军上将乌萨科夫是吧 他是第一次 那个率领俄国海军从直布罗涛海峡进入地中海 然后跟奥斯曼帝国作战啊 然后曾经一度控制了呃 呃那个呃 呃那个那个那个爱奥尼亚群岛上的几个岛 呃很有名的那个科福岛啊 呃当时就曾经一度被俄国控制 然后俄国在科福岛建立了一个亲俄的政权 叫做七岛共和国 是吧 卡伯吉斯迪阿斯就在七岛共和国呃 当过领导人 后来这个七岛共和国被奥斯曼帝国给呃给给给给攻下了 然后他就跑到俄国 然后在俄国当了呃当了大官是吧 当了外交部副部长 那么呃 但是他在这个时期呢 他就想着要呃在希腊呃搞那个民族解放是吧 所以他就后来他就辞职了呃 辞职了就专门去搞那个呃 希腊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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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运动是吧 那么伊布希兰蒂斯这他兄弟啊 是那个希腊革命战争最早期的几个呃 那个军事领导人 那么这些人也是在那个呃 俄土战争中呃投靠了俄国人呃 然后帮俄国打过仗打过拿破仑 是吧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他们都是军官呃 后来就是呃呃又又又又到呃 呃又又又又来搞那个希腊的独立希腊的解放是吧 然后呃我们讲的那个友谊社就是这些人建立的 那么这些人呃他们从呃俄国呃 转呃就是转口呃来进行启蒙啊 这就像当时的很多中国人是经过日本转口呃 引进西方的思想一样是吧 那么很多西方的思想不是直接从西方来的 而是经过俄国来的呃 经过那些旅俄的希腊人啊 就像那个旅日的中国人一样啊 是呃呃 经过一个叫做友谊社的组织传过来的 那么友谊社呃就是在1820年年底啊 就开始搞一些呃小规模的起义啊 就像那个辛亥革命以前有什么黄花港啊 什么什么呃 那个时候他们就呃在那个巴尔干地区啊 搞那个凡土耳其的呃起义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亚西起义 那是在罗马尼亚境内 但是也是希腊人呃就是就就是 啊清俄的希腊人在那里搞的 那么这些人当然 希腊发生那个1821年事件的一个 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口 对吧 那么这帮人他就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清俄 一个当然他们也有一定的新思想 但是他们的新思想呃 还是为了建立一个啊 那个那个中央集权而工作的 其实他们的新思想与其说是像呃 如说呃那个那个洛克啊 不如说真的有点像伊藤博文啊 或者呃彼得大帝是吧 就是学西方呃呃呃呃 但是那是为了搞一个呃 复国强兵 呃呃 那个样子的呃 呃那么同时呢 在希腊本身这个社会内部 也有强烈的反那个呃 呃奥斯曼的那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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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这个力量啊 其实就是尤其是希腊南部 那个山很多的波罗奔尼萨地区 是吧 这里我要讲呃 很多人都觉得 那个如果我们讲希腊文呃文明 尤其是讲希腊的民主 呃应该强调雅典啊 因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的一个最典型的城邦嘛 是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呃 古希腊那个时代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城邦也只是一部分 是吧那么很多地方并不像雅典那样 波罗奔尼萨地区呃就是斯巴达是吧呃 斯巴达当然是主要的一个城邦的 波罗奔尼萨不只是斯巴达 但是类似斯巴达这样的国家在当时的波罗奔尼萨是占多数的 也就是说波罗奔尼萨在古希腊时代就不是一个民主制度很发达的地方相对于雅典而言 但是到了近现代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时候 恰恰是波罗奔尼萨成了一个根据地是吧 这就是我给你们发的那几张照片 实际上就是希腊刚 希腊革命以后的第一个首都就是纳夫普利奥 那么纳夫普利奥就是在波罗奔尼萨的是吧 那么纳夫普利奥做了好几年的希腊的首都 是吧然后到了1834年希腊的首都才呃 那个独立的希腊首都才迁到雅典而那个时候的雅典 说实在的拜占庭时代就已经很衰落了 那个时候的雅典就是个大农村 是吧那个废墟比房屋要多得多 而总人口还不到一万人是那么一个状况 所以雅典在整个希腊革命中没有起什么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个波罗奔尼萨 那个那个波罗奔尼萨地区或者希腊的西部南部那些山区 是革命的中心 那么这些地方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是什么人呢 那一种人就是在波罗奔尼萨的那非常偏僻的地方 比如说有个叫做马尼半岛 波罗奔尼萨有很多那种非常地形非常崎岖的半岛 那么这些半岛人呢叫做马尼奥特 这些人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很偏僻地区的那种那种部落啊 那种那种那种状态的 他们本来就是自治的 他们搞的是那种 他们保留了那个很农业时代的那种大家长制度 就是家族啊什么 那么波罗奔尼萨还有 还有很多地方势力 这些地方势力啊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绿林好汉啊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相当于清代的会党啊 什么天地会啊什么这个那个 是吧 波罗奔尼萨地区因为他 他历来就出绿林好汉 那么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四百年间 为了统治这片地方 也招安了很多这些绿林好汉 是吧 所以这些绿林好汉 当时这些绿林好汉有个名词叫做哈伊杜克 这个哈伊杜克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受招安了的为奥斯曼帝国服务的 啊 那就像那个呃 受招安的宋江一样的 叫做阿玛托里 是吧 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没有被招安的 还时不时作乱的啊 那么当时呃叫做克里夫特 是吧 呃克里夫特就相当于方辣 阿玛托里就相当于宋江 但是他们都是绿林好汉 是吧 那个而且这两种人也经常身份经常转变的 因为呃 大家也知道这些绿林呢 这些地方势力啊 呃有时候就被招安了 有时候又作乱了 也造作乱了又招安 招安了又做 那是常有的事的 是吧 所以呃 也很难说这些人呃 一当宋江就永远是宋江 一当方辣就永远是方辣 呃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阿玛托里和克里夫特 是吧 他们都是一些呃 地方势力 或者说用呃 我经常用的一个概念来讲 他们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共同体 是吧 有一定的凝聚力 呃 但是谈不上是什么呃 现代公民组织 是吧 他们呃如果呃 讲的呃简单一点的话 他们不是政党 只是会党 是吧 就是辛亥革命呃 呃在很多地方都是依靠会党的势力 包括那个呃 袍哥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那么呃 呃 那个希腊革命也是一样的 是吧 他呃 呃 用的是呃 呃 曼尼奥特 哈伊杜克 呃 那个阿玛托里 克莱夫特 这些人啊 都可以说就是会党 那么会党嘛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能干的人啊 呃 那个那个接受了一些新思想 但是大部分呃 他们跟呃 奥斯曼帝国对抗啊 就像那个会党反对满清一样啊 实际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呃 那种抗争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呃 呃 在那个呃 在那个 在那个 呃 1821年的这个事情呃 出现以后啊 呃 他们是打天下的主力军啊 就像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地方 呃 都是会党呃 发动起义的 是吧 呃 他们也是一样的 那么当时这个在1821年呢 呃 首先就是呃 一开始首先就是有那个有意识的一些人呃 从那个巴尔干地区什么罗马尼亚啊 保加利亚的这些地方 发动了小规模起义啊 但这小规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了啊 就像那个辛亥以前的很多那种小的起义一样 那么最后发生大规模起义是在1821年 1821年的3月25号 今天就是希腊的国庆日 是吧 希腊的国庆日就是3月25号 在呃呃 1821年的3月25号那天 波罗奔尼撒最大的城市就是帕特雷 是吧 然后那些呃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呃 什么哈伊杜克啊 那什么呃 阿玛托里啊 毕竟西呃呃 那个那个希腊人都是东正教徒嘛 所以有一个东正教的主教站出来支持革命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 不过十四求是的讲 我要说当时的东正教教尤其是教会上层是不怎么是不仅不支持革命不支持独立甚至都不支持启蒙运动是吧 他们的典型代表就是那个当时呃 呃 东正教在希腊的呃 最高的宗教领袖就是普世大幕守啊 那个呃 呃 君士坦丁堡普世大幕守 当时叫做格雷哥里五四 这个格雷哥里五四是一个典型的法纳尔人或者说呃呃 宗教上的法纳尔人叫做呃 法纳奥地斯人是吧 那么讲的简单点就是拥有特权受到官方 历来持官方立场的拜占庭时代持官方立场 在俄罗斯帝国 三俄帝国持官方立场 是吧 那么到了奥斯曼帝国也仍然持官方立场的啊 这样的一个呃 总主教 那么这个人他在十八世纪末期开始呃呃 在十八世纪末期开始就不断的组织希腊东正教会进行反启蒙的宣传啊 说那个呃西方当时出现的启蒙运动呃都是义端显说呃要破坏传统 他还讲 他那个时候还说 说希腊人你们不要以为 来自西方的知识好像是很有趣 说你们学了这些知识 你们的道德就会堕落了 你们还是应该维持道德 而且他还专门讲 说那个摆脱 那是要不得的 因为奥斯曼帝国 虽然奥斯曼土耳其人 虽然不是基督徒 但是接受他们的统治 也是上帝的意志 你是不能违背的 那么甚至到了 1821年年初 那些友谊社的那些人 发动那些起义的时候 这个格列格列五世 和一批大主教发表了 那个东正教 那个那个牧手 东正教主教会议的公报 宣布把这些 所谓的革命者 就是这个 伊普希兰帝师兄弟 卡伯 卡伯吉斯第二师兄弟 这些人 全部都隔出教门 说他们都是 背叛 东正教的异端 讲的简单点 这些人扮演的都是个 很反动的角色 所以也就造成了 我后面要讲 整个这个 这个1821年的希腊革命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世俗运动 那个宗教的色彩很淡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 那个东正教 它是希腊民族认同的一个符号 所以那个佩特雷 佩特雷的那个主教 这个做法当时 被历史学家渲染的很厉害 也就成了那个 希腊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以至于3月25号这一天 今天是希腊的国庆 也是和这个有关的 实际上 起义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以后 也不是在佩特雷 表现的最 那个 表现的最 最厉害 是吧 但是这个就成了一个标志 可是 这个时候的奥斯曼土耳其啊 我觉得他犯了一个极愚蠢的 他有一个极愚蠢的做法 是吧 就是当希腊人纷纷开始起义的时候 他们 不是拿别人 恰恰就是拿这个格雷格里武士 作为一个杀鸡儆猴的 那个代表 是吧 在那个 1821年的4月10号 在军事坦金堡抓了一大堆的希腊人上层 就是那个反纳尔人的上层 而且把 主要的当然就是这个格雷格里武士 就是这个东正教的最高 宗教领袖 居然就把他给 搅死了 实际上这个格雷格里武士 一直是反对革命 甚至谴责革命 甚至把那些革命者都开除了 都开除了 革除了教门 说他们是异端 但是 但是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讲 他们遵从的逻辑就是 就是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是吧 他们认为格雷格里还是做的不够 是吧 他说我们实行的米利特制度 就是一方面我们给你特权 另一方面 你们要为我们管住这些教徒 不让他们生事 如果你们竟然管不住 或者管不好 那不管你们内心是不是 要造反 至少你们是失职 严重的失职 是吧 就是我养活了你们 你们要替我们管住这帮人 你管不好 那就应该受到处分 是吧 不管你是不是也参加了叛乱 因此就以这个严重失职 没有管住东正教徒 东正教徒的一切 反叛都应该由你这个 大幕手负责 是吧 你没有能够制止这个反叛 那么就为你失问 结果就把他给搅死了 搅死以后就在 那当然就是 我觉得就是把很多 其实不愿造反的人 也都给逼反了 是吧 等于马上就把这个事情 变得非常之难以收拾 而且 虽然东正教跟新教 基督教有矛盾 但是作为 同样是基督教的一支 土耳其人 君士坦丁堡大屠杀 就是处死了 格雷克里五世 对整个基督教世界 当然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后来那个东正教会 就给格雷克里五世 封为圣徒 他是圣格雷克里 等于是 他的死也被看成是殉教 现在甚至有些希腊史家说 说他当时 那个那个站在 奥斯曼帝国的立场上 谴责那些革命者 甚至把革命者都开除 教职 说实际上也是迫不得已 他是为了挽救 那个 拜占庭的 或者说 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 是吧 那么君士坦丁堡大屠杀 没有大量的杀 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 而只是杀了他自己 只是杀了一些高层 大概 几十个人吧 是吧 据说就是因为 他做了这样的表态 所以说这些人还是 所以现在有人说 他还是保护了希腊人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当然可能这也是事实 是吧 如果他站出来造反 那很有可能 那个托尔齐人就会把 拜占庭的希腊人 全部都杀光了 是吧 那么由于他是 一直是反革命 所以希腊人就 就只拿他来杀鸡 敬猴就没有去 普遍的惩罚 希腊人可能真有这个成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可以说 如果要把这个 如果要把希腊和土耳其的矛盾 看成是文化矛盾 和宗教矛盾的话 是吧 那么实际上是相当勉强的 因为虽然 希腊人的确也是东正教徒 东正教在这个变化中 他也的确起了凝聚力的作用 而且我这里要讲 我一直认为 这个近代转型有一个 破除大便车的这个过程 破除大便车 一定要有超越精神的 是吧 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只为自己 那就是所谓的 我经常讲的那句话叫做 那个众人皆知 奴役苦三个合同 那么你一定要有宗教精神 所以那个很多人 其实是整个近代化转型的过程啊 是一个用宗教精神争取世俗权利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因此这个宗教精神 当然对于古利希腊人 前夫后继起来抵抗 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但是具体到 具体到那个 宗教阶层而言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 整个这个 这个过程中啊 这个东正教上层 其实是没有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他们也的确是受到了 那个奥斯曼帝国的镇压 这个是奥斯曼帝国极端专制以后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要物极必反 是吧 他如果不这样 恐怕也不至于把希腊人都给 逼反了 那么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这个希腊革命一开始出现以后啊 他你看他那个革命的话语 看他的那些发布的文献呢 你会发现他都是 那个主要都是一些启蒙语言 而不是宗教语言 那个 1821年革命以后 到了一 到了那个第二年 就是1822年 各地的革命者就在那个 也是波罗奔尼萨 那个爱皮达鲁斯召开了国民会议 发表了很著名的1822年独立宣言 这个独立宣言呢 你就可以看到他完全是当时 欧美各国 那个宪政民主运动的一个 在希腊的一个反应 是吧 里头基本上没有提什么东正教 当然也提上帝 是吧 这个上帝当然是很抽象意义上的上帝了 是吧 其中主要的几段话就是这样的 他说我们尊聪明而高贵的希腊民族的后裔 欧洲开明和文明人民的同时代人 是吧 这都是一种普世精神 他们自认为是欧洲开明文明人民的同时代人 是吧 我们看到法治的优势 再不能麻木和自辱的屈服于奥斯曼帝国残酷的 专横和暴政 我们对土耳其开战 不是寻讯之事 不是叛乱 不是基于任何一部分希腊人的失利 而是一场民族的盛战 是要重新夺回我们个人自由的权利 财产和荣誉 及欧洲所有文明邻国人民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是吧 你通过这段话 你就可以知道 这段话强调的不是什么希腊人的民族传统 希腊人的什么民族个性 甚至是东正教的什么特征 他们要争取的就是欧洲所有文明邻国人民 已经享有的那些权利 因为在这个宪政的进程方面 当时希腊是落后的 是吧 当时尽管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 是吧 虽然没有 宪政民主 但是那个立宪的过程 当时都已经开始了 是吧 那么 因此在他们看来 其实在俄国人看来 整个欧洲 都比俄国先进 是吧 在俄国的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自由派看来 是吧 那么在希腊也是这样 整个 欧洲 甚至包括 那个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 都比希腊先进 是吧 他们都有了 个人 财产和荣誉 是吧 他讲了 我们跟土耳其人作战 不是基于任何一部分希腊人的实力 而是要重新夺回我们个人自由的权利 财产和荣誉 及欧洲所有文明邻国人民 都已享有的那些权利 他说 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被剥夺了这些权利 难道我们比别国人更笨吗 我们比他们本性更贱吗 或更不文明吗 我们应该认为自己很特殊 不配享有这些权利 而活该被判处永远的奴隶制 对残忍的暴君委屈求传吗 不 是吧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腊人没有什么特殊 是吧 那个欧洲其他各国 已经实现的那些政治文明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呢 是吧 欧洲所有文明邻国都享有的那些权利 我们仍然被剥夺了 是吧 难道我们比别国人笨吗 我们本性比他们更贱吗 还是更不文明吗 我们应该认为自己很特殊 不配享有这些权利吗 是吧 当然不是 是吧 这个宣言说 这是自然权利 深深播种在人心 无论三四个世纪 还是千万个世纪的暴政 都无法把他们抹去 他说这个声明说 我们要为希腊制定宪法 未来的政府应该分成两部分 行政和立法机构 司法部门应该由立法部门任命 但完全独立于其他两个机构 这里头就明确讲 他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宪政 制定宪法 而且这个宪法一定是三权分立的 是吧 他讲了政府分成行政和立法 司法部门当然是任命的 他不是选举的 现在的西方国家都是这样 是吧 但是也还是要独立于其他两个机构 这其实就是三权分立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1822年的这个希腊独立宣言 在当时整个欧洲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宣言通篇都没有提到 什么古代的雅典 乃至基督教 东正教 很多人讲的两西文明的 那些特有的符号 在这个里头都没有出现 这里头讲的都是一些 普世的语言 解脱那个异族的压迫 但是第二他们也要 他们也要求得制度上的进步 但是在当时的希腊 如果要实现这两个 就是要建立现代的这个国家制度 一个当然是要推翻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异族的统治 但另外一方面 这就体现了以友谊设为代表的那些启蒙者 和以这个什么阿玛托利 克莱夫特 哈伊杜克 这些就是我称之为像会党一样的 就是像波罗奔尼撒革命当时就靠的这帮人 那么这帮人 他们就是一个个的小共同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 其实他们那种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 就是一个个小主人的那种制度 那么这种制度就对于反专制而言 他们都是要求自由的 所谓自由就是摆脱奥斯曼帝国 但是就他们的那个细部治理而言 都是强调的是地方利益 强调的都是那个小团体的利益 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很深的矛盾 那么当时的这个1821年起义发生以后 到了1822年 当时那个希腊的这些 这个这个波罗奔尼撒地区的那些 出涌现了一些军事将领 这个很能干的军事家 比如那个我在这个给大家那个照片里头 其中有个旗在马上的 就是那个科特罗尼斯 是当时波罗奔尼撒地区的那个希腊起义军的将领 是吧他那个像纳夫普利奥啊 这些地方就是他打下来的 那么特里波利啊纳夫普利奥啊 这些地方是吧 就是他联合当地的那个 那个那些绿林好汉 那个经过这个一年多两年的那个斗争 就是把这些地方都打下来了 其中对纳夫普利奥的围攻为持续了一年多 这个纳夫普利奥后来成了希腊的一个革命圣地 或者说是希腊第一共和国的那个首都 这个纳夫普利奥我在那个山上 就是那个帕拉蒙蒂城堡拍过一个 我也放在那个照片里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纳夫普利奥啊 它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 从中世纪以后它就是一个海防要塞 今天的纳夫普利奥它有一个新城很平啊 是一片原来是一片沼泽被填起来了 变成了一个新城 这个新城很大比那个当年的老城要 但是当年的那个老城啊 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城堡下面那个突出在海面上的那个半岛 这个半岛四面都是海 只有一条很窄的那个那个那个土地和大陆相连 这个土地上有一个门叫做叫做Landgate Landgate叫做陆地之门 这个陆地之门就是我们有一张照片 也也也就是这个陆地在这个陆地之门上照的 这个陆地之门很显要 是吧 因为这个陆地之门旁边都是沼泽 你是过不去的 是吧 然后那个沼泽对面就是一个高高的城堡 非常的高 那个那个一百多米高 那是很显要的 是当年中世纪的时候 威尼斯人在上头建的一个一个很大的城堡 那么这个城堡居高临下 加上那个陆地之门又很小的一条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显要 当时那个 纳夫普利奥当时的居民大部分都还是穆斯林 是吧 然后那个希腊的起义军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年多的围攻 终于攻下了这个地方 而且把穆斯林杀了很多 是吧 那么就在那里 结果后来就 把那个国民议会从那个 从他附近的埃皮鲁斯签到这里 然后就在这里的一个 原来是清真寺 就是我那个也 这个照片也提供了 是吧 然后就在那里开了希腊的第一届国民议会 选举出了第一个总统 就是那个卡伯吉斯迪亚斯 就是那个国旗下面的那个 那个人 那么卡伯吉斯迪亚斯这个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他就是有意识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从俄国回来的 他曾经在俄国扶植下的那个 祈祷共和国曾经当过领导人 后来到俄国当官 是吧 当过俄国的外交副大臣 是吧 然后他为了在希腊 那个那个追求 那个那个民族独立 然后辞去了职务 然后就到希腊来发展 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 而且在 在沙皇俄国的那个官场上混的 他一方面有西方的那个思想 其实就像那个彼得大帝以后的一些 俄国人一样 一方面有比较 呃 那个先锋的西方的思想 但另一方面 也是一个铁板人物 是吧 那么这个人 而且他 他心目中要建立的一个希腊 就是有点像彼得大帝一样的 一方面学西方 一方面要 呃 所谓的要 要那个那个那个 要中央集权 所以这个人 他 呃 一开始一开始 他并没有卷入这个起义 是吧 那个在起打江山的那几年 他都 呃 他都不参加 他就等于是争取俄国的支持 呃 一直在外面 是吧 那么到了1825年 这个希腊第一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那么他就 呃 回来了 回来了 然后就当了那个呃 第一届总统 呃 在纳夫普利奥上了呃 呃 上路 然后就当了第一届总统 但是他一开始当总统 就发生了呃 跟那个在革命党中啊 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呃 第一就是他这个人独断专行 呃 他不但自己专行 而且还呃 呃 把他的一个弟 把他的一个弟弟啊 也提拔为自己的助手 那么 就对当时的这个呃 这个波罗奔尼撒的那个地方势力 呃 构成了很大的打压 是吧 当时的波罗奔尼撒的那个地方势力 我刚才讲了 包括攻下 进攻那个纳夫普利奥的那些 起义军啊 都是一些呃 地方上的那些呃 什么会党啊 宗族啊 那些领袖什么 像就是那什么哈伊杜克 阿玛托里 克莱夫特 不是宋江 就是方辣 是吧 总而言之都是一些绿林好汉 那么这些绿林好汉都是呃 不服管的 是吧 既不服和既不服 既不服奥斯曼帝国管 当然也不服这个刚刚从俄国回来的这个卡伯吉斯迪亚斯管 那么卡伯吉斯迪亚斯也是有从沙皇那里学会一套那种铁腕手段 是吧 然后上来就打压他们搞得很厉害 是吧 结果就呃 还在1825年 还在1825年前后 呃 整个民整个这个独立战争还没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时候 其义者自己之间就打得一塌糊涂就开始那个发生连续发生了 连续发生了两次那规模相当大的内战 是吧 那么到了呃 1825年呃 这个共和国成立以后卡伯吉斯当了总统以后 他又是要在纳夫普利奥这个地方呃 搞那种反对地方主义反对那个那个那个呃 就是那些铲除会党啊什么什么这些 结果就导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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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结果当时的那个希腊就即将发生那个内战 而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镇压起义 镇压这个希腊革命的这个势头又开始增加 因为当时从1821年到1824年 奥斯曼帝国的镇压的那个力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 他也是个老大帝国嘛 也衰败了 当时也是他的中央军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和晚清是一样的 晚清的巴奇和绿林都不行的 那么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他们就依靠地方上的诸侯 当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 最强的是那个埃及的奥斯曼帝国的总督 就是那个穆罕默德阿里 大家可能知道 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 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 那里也搞了洋务运动 开始从开始向西方学习 开始向西方造洋枪洋炮 所以我觉得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当时在奥斯曼帝国 实际上就有点像那个郑国藩 李鸿章那是洋务派在晚清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是一开始也是学习西方 当然学习西方主要是造枪造炮 进行军事改革 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 甚至比中央军甚至比朝廷的武装还厉害 是吧 然后朝廷的武装对付不了他们 就请就把他们请出来 然后在1825年 这个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 就是伊普拉辛巴夏 率领埃及大军就在波罗奔尼萨登陆 然后这个时候那些革命者 那些起义者都内讧的一塌糊涂 是吧 互相斗来斗去 结果那些奥斯曼的李 奥斯曼的 奥斯曼的中国藩 或者说奥斯曼的李鸿章 率领那种什么乡军淮军 实际上就是埃及军 是吧 很能打仗 然后到了那里就把那个起义者收拾得很厉害 其中很有名的就是攻下了当时 波罗奔尼萨北边的一个当时革命的中心 叫做麦索隆基翁 是吧 麦索隆基翁啊 当时是那个波罗奔尼萨北部和希腊西部山区的那些革命力量的一个总部 当时设在那个地方 那么设在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出名 还是因为什么人呢 当时希腊革命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那个很多欧洲国家 因为欧洲国家大家知道对希腊有一种感情嘛 认为希腊是他们的文化之根 是吧 所以有一种所谓的泛希腊文化运动 或者说叫做希腊主义运动 就是认为 那个那个 我们要保卫希腊 这就保卫我们的文化之根 是吧 当时像英国的那个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雪来 就有一句话说 我们都是希腊人 今晚我们都是希腊人 是吧 这句话后来被人套用了很多 在很多场合都经常被借用这句话 是吧 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说 我们都是汶川人 是吧 那么到那个 那个反正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说我们都是哪里哪里 这就是所谓的共情了 然后雪来当时就是在欧洲这么说 然后另外一个英国的作家 就是著名的诗人拜伦 也带了一批人到了麦首隆级欧 去参加希腊革命 是吧 因此当时的麦首隆级欧 和那个纳夫普利奥 并称为希腊革命的两大圣地 或者说两个圣城 那么麦首隆级欧 当时就在埃及军队的进攻之下 被包围了一年半 最后就被攻下来了 被攻下来以后进行了大屠杀 是吧 那么拜伦在这个攻陷之前 在1824年 他就病死在麦首隆级欧 那么因为那个像拜伦这样的国际主义者 或者说叫做 用外语讲叫做 叫做非和伦尼人 泛希腊主义者 非和伦尼人 那么当时欧洲各国的 很多泛希腊主义者 都在麦首隆级欧 而且那麦首隆级欧 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 具有国际性的影响 土耳其人 或者说那个奥斯曼的埃及人 在麦首隆级欧进行大屠杀 在整个欧洲引起爆炸性的反应 就是那个欧洲人 平时他也不太 平时也就做做嘴炮党 那真的要出兵 你就得专制的要做出很出格 就像今天的俄罗斯在什么布查 在什么这些地方搞大屠杀 那就使得欧洲人不得不 起来支持乌克兰了 那么麦首隆级欧的大屠杀 兴起以后 马上在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 那么就使得欧洲大国 要干预希腊的这个事态 其实啊 因为大家知道奥斯曼帝国 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老对头了 所以削弱奥斯曼帝国 是他们都愿意做的事 欧洲各国本身有很深的矛盾 尤其是俄国和英法 这两个西欧国家 当时的矛盾都很深的 大家知道当时刚刚打过拿破仑战争 是吧 那个拿破仑战争 当然是俄国和法国是对立的 那么拿破仑战争打完以后 维也纳会议以后的世界上 那么俄国和英国矛盾又开始增加 所以他们当时共同干预希腊是很困难的 因为他们都各怀鬼胎 但是麦索隆基欧的陷落和大屠杀 以及包括雪莱这些 那个那个欧洲各国资源希腊的那些 国际主义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泛希腊主义者 他们的那些工作起了作用 是吧 因此在麦索隆基欧被攻陷以后不久 1826年就宣布联手干预 希腊的那个革命 就是就是那个 要制止 土耳其人对希腊的 那个镇压 是吧 然后英国就出动了海军 在1826年 进行了那个纳巴里诺海战 就把那个奥斯曼帝国 实际上是埃及 那个舰队给消灭了 埃及舰队消灭以后 因为埃及到波罗奔尼莎是要跨海 对吧 那么就等于是把他的那个运输给切断了 然后法国在1827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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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了那个莫里斯 呃 远征军 这个莫里斯远征军呢 是一个呃 在希腊文化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 它不光是个军事事件 是吧 我曾经在呃 一个短视频中介绍过这个呃 莫里斯远征队的 是吧 莫里斯是由法国的梅森元帅 帅领的 呃 呃 他和他继承了拿破仑的传统 是吧 呃 这个军队内部有大量的专家 什么城市规划师 考古学家 呃 那个那个古典文献学家 博物学家等等等等 在希腊进行了 呃 广泛的研究 就像当年那个桑波梁啊 什么这些人在埃及 呃 进行的研究一样 什么象形文字啊 什么什么都 金字塔的发现 都是这些法国人搞的 是吧 那么他们在呃 呃希腊也搞了这些事情啊 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什么 呃 什么那个 呃 呃 奥林匹克遗址 是吧 什么运动会 什么呃 呃那个奥林匹克的宙斯神庙 甚至怕 呃 帕太农神庙 呃 雅典魏城 都是这些人呃 搞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在军事上也很有本事啊 在一六 一八二六年 他们就把 呃 我前面提到的 我前面提到的 那个作为希腊革命象征地的那个帕特蕾啊 就是3月23号 那个主教呃 签署革命宣言的那个地方啊 就是希腊国庆的那一天啊 就是以这个事件为代表 但是帕特蕾后来就被奥斯曼帝国给呃攻陷了 攻陷以后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大堡垒啊 就是在波罗奔尼莎地区的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 然后呃 这个法国人和希腊起义军啊 就是这个梅森元帅率领的那个法国志愿军 呃 围攻那个地方又围攻了一年之久啊 最后把他们攻下来了啊 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呃 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 就使得啊 一呃 1826年 由于纳瓦纳瓦里诺海战 由于那个呃 莫里斯远征军在陆地上 呃 呃 对那个呃 对对对对呃 攻下了帕特蕾啊 整个战争局势啊 发生了变化 呃 土耳其再厉害 他也打不过呃 这个这个英法俄这三大国 加上呃 埃及的奇异军 是吧 那么当时的那个呃 穆罕默德阿里 呃 他是呃 出动埃及军队呃 为呃皇帝呃 为那个奥斯曼皇帝打仗 当然他自己也有小算盘的 是吧 就像呃 呃 就像晚清的那些什么呃 呃 张之洞啊 李李鸿章啊 是吧 那么他们也是不愿意呃 得罪外国得罪的太厉害 中国不是有东南互保吗 是吧 然后这个呃 伊普拉辛他也开始搞埃及互保 是吧 然后他就自己就从那个呃 波罗伯尼莎撤军了 是吧 撤军以后呃 奥斯曼帝国当然就打不下去了 啊 所以到年 到了1832年 那个奥斯曼帝国就跟有关各方啊 包括希腊的呃革命者啊 也包括那个俄国法国呃和英国啊 啊这三个出来干涉的国家呃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呃那个军事坦丁堡条约啊就承认了希腊呃呃独立 这个时候的希腊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啊就是希腊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啊希腊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应该是从希腊革命的那一天开始在各地就开始搞共和制啊就是1821年但是始终没有正式建国 正式建国是在1925年啊1825年就是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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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基斯迪亚斯就被暗杀了 那么当时的共和国就出现内乱 就出现那个地方势力 然后和那个专制势力之间就开始斗 再加上当时的那个三个参与干预的这三个国家 就是俄国、英国和法国 都觉得希腊人管不住自己 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奥斯曼帝国 一下子削弱的太厉害了 这会使欧洲各国的政治发生失衡 尤其是英国、法国害怕俄罗斯 在把奥斯曼帝国彻底搞垮以后 就变得非常之强大 所以也不愿意 也愿意四可而止 于是在1832年的 这个一开始是伦敦协议 后来是军事坦丁堡条约 就一开始就为希腊的这个就做了一个安排 第一就是承认希腊独立 是吧 这个奥斯曼帝国也承认了 但是当时的希腊还很小 是吧 当时的希腊其实主要就是波罗奔尼撒半岛和中希腊的一些地方 那个雅典以北 像瑟沙利啊 马其顿啊 那个瑟雷斯啊 这些地方当时仍然都是奥斯曼帝国的 所以当时只是一个小埃及 当时那个包括爱情海上的克里特岛啊 当时也还是奥斯曼帝国的 那么这个小埃及呢 当时他们认为搞共和制不成熟 是吧 就是因为你那个卡伯基斯迪尔斯他是要 他是很专制 而那个 那个 波罗奔尼撒地区的那些地方势力 那些会党 又不买他的账 是吧 那么如果你真的 如果没有一个权威 就会一盘善杀 就会 那个 就会 就搞不定 是吧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独立以后的希腊 还是应该有君主 但是 但是这个君主从哪里来呢 君主不能从希腊人中间产生 因为希腊人 互相都不买账 是吧 大家 那个包括卡伯基斯迪尔斯和他的弟弟 都搞不定 是吧 那搞不定 你那些地头蛇也不能 也互相 奈何不了谁 是吧 那么他们就说应该从外面 呃 派一个国王 呃 大家知道在欧洲 呃 一个国家内部矛盾很多 就从外面派一个国王 这在欧洲中世纪是比比皆是的 呃 那么但是这三个国家 英国 法国和俄国 彼此又互相都不信任 谁都不愿意 把革命以后的希腊 呃 交给呃 呃 别人 是吧 英国不愿意交给法国 法国不愿意交给俄国 俄国也不愿意交给英国 这三个国家都不愿意 于是他们就达成一个 妥协 是吧 这个呃 希腊的国王不能从我们三家中出 也不能从希腊人出 中中中间出 那么从哪里出呢 他们选了一个地方 就是巴伐利亚 啊 巴伐利亚是当时俄国的 啊 德国的一个呃 诸侯呃 诸侯国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 是吧 德国是到了比斯迈以后才统一的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的巴伐利亚只是德国的一个小邦 呃 力量很弱 但是这个小邦比较文明 是吧 是那个受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影响 呃 那个那个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 那么他就呃 当时这三个国家就商定呃 由巴伐利亚派一个王子叫做奥托一世啊 来到纳夫普利奥 那么这个人就当了希腊的国王 就叫做奥托一世 于是希腊革命从1821年发动 1925年建立了希腊第一共和国 但是到了1833年 这个只建立了八年的共和国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呃 希腊就变成了一个王国 那么这个王国是由一个巴伐利亚的 来的一个国王来治理的 他不仅呃 这个呃 国王 他还带了一批巴伐利亚人 呃 因为这个奥托一世当刚到希腊的时候他只有17岁 实际上都还没成年 所以他从巴伐利亚还带来了一个设政委员会 呃 都是巴伐利亚人 呃 然后这些人呃 就在这三大国的支持下 是吧 呃 进行了那个设政啊 治理 那么当时是讲好了的 说这个设政是一个过渡啊 呃 这个奥托一世应该和希腊人商量啊 呃 那个当时是保留了希腊议会的嘛 呃 要和议会商量 呃 要在希腊制定宪法 呃 实行君主立宪 是吧 让希腊人自己来治理希腊 但是奥托一世和他带来的那些巴伐利亚人 就实际上就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呃 然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巴伐利亚人专制 一开始是那几个设政 那几个设政说实在的很不像话 是吧 后来希腊人说 他们连土耳其人都不如 是吧 那个又贪婪又专横 呃 为希腊人争的税很多 是吧 然后那个奥托一世成年以后 他自己就开始治理 他也比较专政 一再拖延那个宪政的 呃 宪法的制定 啊 然后就拖来 希腊人就非常之不满 那么希腊人不满就不断的 呃 那个那个向他施加压力 呃 最后 结果 奥托一世就不得不 呃 召集了一个议会 但这个议会也不是普选制的 是吧 而且他召集的议会啊 也是从希腊人中召一些 呃 那个 呃 召一些他信得过的人 然后这些人实行的也是一些寡头制度 所以后来有人说啊 呃 奥托一世时期原来是巴伐利亚的设政专制 后来变成他自己的专制 然后后来又变成希腊人的寡头专制 然后就一直就啊 搞不定这个希腊 然后希腊内部就有各种各样的派别 当时啊 奥托一世面对这个国外的那个 呃 面对那个国内的呃 这个压力呃 呃 国内要求宪政啊 要求他想到的一点就是要呃 对外扩张 是吧 因为呃 大家知道当时的希腊还是很小的 当时呃 爱情海周围的希腊人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呃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啊 包括瑟莎利亚 包括现在呃 希腊的第二大城市 呃 沙罗尼卡啊 就是古代的贴萨罗尼加啊 包括克里特岛啊 包括那个希腊中部北部的很多地方 当时仍然属于 那个属于 属于 属于奥斯曼帝国 而这个希腊建国以后啊 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呃 一开始就有两个 呃 就就有呃 就有很重要 就有很重要的分歧 呃 一种分歧叫 一种主张叫做伟大理想 什么叫伟大理想呢 就是从俄国来的那批 呃 呃 那个有意思 呃 以那个第一个总统 呃 卡伯吉斯迪亚斯 为代表 后来呃 希腊变成王国以后 那个奥托一世和他的呃和他的那个儿子乔治一世啊都是持这种主张的就是所谓的伟大理想就是把希腊呃把整个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人啊包括拜占庭啊包括伊兹密尔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啊那些地方都要收回来 建立一个大希腊把所有的希腊人都搞在呃一个国家那么为此就要复国强兵中央集权建立一个能打仗的呃军国主义式的呃一个希腊啊就是以这个呃以这个大国崛起为理由来呃抵制民主潮流 但是另一部分人啊他们对这个所谓的大伟大理想呃就提出批评是吧说呃你搞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如果还是专制的话那你这个呃希腊的寡头专制巴发利亚人的专制和土人和土耳其人的专制有什么区别呢 是吧甚至有人说你这些你这几个巴发利亚人比土耳其人都还要坏是吧土耳其人毕竟他们都是几百年的贵族了都吃饱了是吧结果你们跑来一些那种爆发户啊比那老贵族还要还要饿还要贪婪是吧那我干嘛要这样呢是吧所以他们就提出我们国家不需要那么大但是一定要是文明国家 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家当然主要就是啊在政治文明上要赶上西方的呃先进的步伐是吧我们要建立一个呃民主的国家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呃希腊就开始逐渐出现了那个内部的激烈的斗争讲的简单点就是自由派和保皇派的斗争那么当时的保皇派呃呃就是主张希腊搞啊这个伟大理想啊搞那个呃呃 呃那个那个专制的强国是吧呃呃但是在宪政上就不断的拖延是吧但是那个呃另外一派呃就是主张要要搞啊要搞宪政呃而且那个呃呃对外扩张就是民主主义的诉求是吧呃把那个其他的希腊人从呃从奥斯曼帝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当然也是他们要追求的但是这呃不应该是呃最主要的尤其是不应该 以这个呃以这个对外战争为借口呃呃那个呃就是呃停止呃这个政治转型过程但是这些人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是吧也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因为希腊呃呃说实在的从城邦时代以来他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到了亚历山大呃马其顿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是吧那么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垮了以后 也是啊大家知道法兰克人威尼斯人后来的土耳其人包括呃那个各种地方诸侯就是所谓的莫里斯啊什么这些啊呃都曾经呃统治过这片地方那么这片地方当然也是到处都是军阀是吧呃那个包括呃包括那个呃埃及独立战争以后啊兴起的那帮人啊就是后来的那所谓的寡头是吧呃埃及呃呃呃那个那个呃 希腊独立战争和希腊革命呃呃崛起了一批那个军头那么这些军头在以后的呃呃这个政治中也都成长为大大小和那个民国时期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从18呃从1834年呃希腊第一共和国结束啊一直到那个1974年啊这个希腊的政局就出现很多问题啊首先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呃呃保皇派和自由派的斗争呃呃呃保皇派的自由派的斗争 又牵扯到呃呃因为希腊毕竟是个小国嘛而且还是个弱国他就像呃晚清的中国一样也受到外部势力的一些呃呃一些干预那么当时的外部势力中呃呃你像俄国啊当然俄国到了1917年以后变成苏联了苏联呃呃对于希腊的影响就是另外一回事我后面要提到的希腊内战就和这个事情很有关但是在沙皇俄国时期 在沙皇俄国时期当然呃俄国的主张是要建立一个东正教的呃或者说是范斯拉夫范东正教的一个呃一个以俄国为首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在欧洲大陆上是很保守的呃是属于欧洲宪兵是吧那么他当然是抵制这个呃自由民主的是吧那么另外一个有影响的就是德国 因为呃这个奥托伊斯我前面讲了他是巴伐利亚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到了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呃他当然就是清德的是吧那么呃所谓的清德是指清德语国家了不一定是德国包括奥地利在内那么因此他是清德澳的是吧那么他也是比较专制的 但是他比较专制呃他跟俄国的矛盾就比较大尤其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呃当时希腊就已经 那么奥托伊斯是清德的呃他就不愿意参加协约国呃一开始他很想参加同盟国但后来国内反对的人太多呃他就主张中立呃也坚决不参战但是当时他的那个首相呃叫做维子尼洛斯呃这个呃呃那个那个呃呃维尼泽洛斯那么这个人是近代希腊很有名的自由派了呃他在那个呃呃他在那个 乔治伊斯的晚期呃呃当过首相呃这个人就是个自由派首相呃那么这个人是主张加速宪政的呃这个人跟英国法国的关系很好呃那么他就是主张站在协约国方面参战以至于后来希腊分裂成两个政府互相之间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呃那么第三派就是这个自由派呃是主张在希腊建立宪政民主 组织度的一再呃呃吹催那个呃呃呃一再施加压力要要要求国王立宪要求呃开议会呃要求建立责任政府呃要求把那个呃皇帝变呃要求把国王变成虚军那么这些人他们主要是青英的呃呃他们在希腊革命时期呃呃一些代表人物都是一些接受那个西欧的呃所谓泛希腊主义什么雪莱啊拜伦的这些人的营救 像跟那个既反奥斯曼帝国 也对沙皇的那种专制体制不满的那些人 其中在希腊革命时期的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曾经当过临时政府总理的马夫罗可达托斯 这个人是一个在意大利 在法国都待过的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西方派的 我前面提到的1822年的独立宣言 就是他起草的 前面讲里头讲的都是什么三权分立啊 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人以及他后来的那个那个维尼泽洛斯 维尼泽洛斯其实就是他这个家族和威尼斯是有关系的 威尼泽就是威尼斯了 威尼泽洛斯也是一个比较西化的自由主义者 那么他在乔治一世那个时期就当了首相 他就一直主张要加快 那么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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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就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局势 从希腊王国啊 就是1834年这个希腊废除共和建立了王国是吧第一共和就结束了从1834年这个建立王国以后一开始的80年 希腊的情况还相对而言还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国王最初的这两个国王 统治时间都很长是吧这个奥托一世统治了三十多年差不多四十年 他的儿子乔治一世统治了五十年啊 这个时间都很久 那么这段时间呃 虽然这个内部势力非常错综复杂 呃那个内部的斗争包括希腊还卷入了 在这个期间还卷入了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呃卷入了两次巴尔干战争 是吧 那么这一段时间的希腊在版图上呃有了很大的进展 但是我们知道他那个对外扩张经常是呃呃 经常是强化中央集权抵制宪政进程的借口了 是吧 所以在呃两次巴尔干战争 希腊都取得了胜利 呃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吧 站在协约国方面也取得了胜利是吧 那么在这个呃 虽然在这个对外方面有了进展 但是对内就一直是呃 就一直是这个宪政部门进程就很慢 是吧 那么宪政进程很慢呃 呃就引起了国内的强烈的反抗 到了呃 到了那个呃第一次世界大战呃 呃期间呃 呃以维尼泽洛斯为代表呃维尼泽洛斯首相为代表的自由派和这个呃 和这个乔治一世呃 呃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就是宝王派就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当时的那些 那些宝王派 为了压制民主啊 呃就就选择进一步的对外冒险 于是就发生了呃 呃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呃 呃希腊本来是已经赢了啊 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呃 呃希望把整个土耳其呃 希腊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呃 呃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呃 呃军斯坦丁报包括伊斯迈尔啊 呃整个小亚西亚很多地方当时都有希腊人都拿下来 呃因此就呃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 呃这就是所谓的西土战争 呃正好这个时候土耳其也发生革命啊 呃就是土耳其也在搞宪政呃呃 同时也是民族主义啊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大名鼎鼎就是呃 呃凯莫是吧 或者叫做阿塔土耳克凯莫就是土耳其之父 那么凯莫也是一个学习西方要求改变呃专制啊 要求实现现代政治的同时他又是一个呃 呃为了那个扩扩呃为了扩扩呃土耳其的领土啊 还是要实行呃全威权政治的呃 呃那么一个政治家是吧 他跟当时希腊的那些人呃 呃跟当时希腊的那些军头呃 呃其实思想倾向意识形态都差不多 但是他们都要呃扩张结果就打起来了 那个西土战争本来是呃 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呃 呃对抗战胜的呃希腊人呃 呃但是呃当时的希腊很专很专制又很腐败 是吧再加上这场战争本来就是为了转移对内的压力啊 要用对外冒险来转移对内的压力本身准备就不足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实际上等于是希腊是输了啊 呃他在小亚西亚呃攻下的那个什么 伊斯曼尔这些地方后来都被夺回去了 那么最终呃就是在列强的调停下呃最终在一九呃 呃那个那个二四年呃西土就是达成了和平 然后两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啊 为了解决这个种族矛盾的问题呃希腊境内的穆斯林都签到了土耳其 土耳其境内的呃东正教徒都签到了那个希腊呃 呃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大量的种族屠杀 种族对立啊什么就是身份政治啊 就是穆斯林和呃东正教徒呃那个呃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啊 之间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呃这些问题啊 其实老实说都不一定是宗教问题 教会在里头扮演的角色也不怎么样 但是很多政界人士以这个为理由啊就是强化自己的权力 呃那个主主党宪政进程 因此导入导致了一系列的乱局 那么希腊在西土战争中最后也失败了 失败了的结果就是使得这个呃这个国王呃声名扫地 是吧就是就是都搞不下去了 结果那个呃自由派就趁机就加大了宪政的压力 于是在1924年希腊废除了国王 啊实行了第二次共和就是希腊的第二共和 希腊的第二共和从1924年到1935年维持了11年 那么希腊虽然第二次又恢复了共和 但是就跟第一共和一样仍然出现啊内部的各派势力啊 互不相让没有妥协精神是吧 而且希腊的各个地方势力呃各个地方的差异也很大 南方的呃 波罗奔尼萨很早就呃立国了 我前面已经讲过希腊立国就从那里开始的呃 呃但是呃 呃他虽然立国很早民主主义很强烈 但是自由主义很弱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呃受呃英法这些国家的影响都呃比较弱 而且呃经济也不发达 而北方的像萨罗尼卡那样的地方呃 呃他们进入进入希腊胆徒呃时间很晚是吧 都是到巴尔干战争以后才进入的民族主义也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那里还有大量的非希腊的非希腊的人口包括非希腊的斯拉夫 除了呃除了穆斯林以外还有很多斯拉夫人 呃但是他们呃自由派的力量比较强 所以这个地方上的这些这些呃这些格局啊这些这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呃在这个时期希腊虽然废除了呃呃地呃废除了国王 呃建立了共和但是那个共和非常之不稳定呃很多的选举都有大量的舞弊 啊什么而且不断发生政变 从1924年到1935年间希腊第二共和国维持了11年 其中就经历了23届的政府一次军事独裁 还经历了13次的政变 那么这个时期的共和国是也是等于是屠有惜民 那么大家也知道到了1935年间呃整个欧洲大陆的呃 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呃 呃由于这个大萧条呃和那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呃由于当时的第二波民主化的退潮 是吧我曾经在呃宏观的历史上讲过 那个那个在世界历史上那个一战以后 凡尔赛体系以后曾经有过一次呃呃第二波民主 是吧第一波就是那几个老老的民主国家 第二波民主就是呃第一世界世界大战前后呃五大帝国相继崩 是吧就大清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呃德意志第一帝国和那个沙俄帝国是吧这五大帝国都崩溃 产生了一大批新兴民主国家但是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呃 结果都不太好是吧第二次民主化第二波民主化基本上是失败了 那么到了30年代啊不是不是转向左派集权就是转向右派集权是吧 啊左派集权就是苏联啊那么右派集权就是啊纳粹啊法西斯啊呃呃呃西班牙的弗朗哥等等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呃第二共和也难以维持到了1935年是吧 然后就是希腊的军人发动政变又把国王呃呃迎回来了 当时的国王就是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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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开始接近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这个时候希腊本身 他内部的那个左右派的冲突就开始尖锐起来 当时希腊有民主的左派 就是那个社民党的那些人 后来希腊再次民两大政党之一的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帕潘德里欧 是后来希腊左派的 就是民主左派的社会民主党的那个头头 但是当时也有右派 当时的右派还不是所谓的那个古典自由派 而是还是保皇派 那么这些保皇派 对当时的下层的草根阶层 包括工人阶级打击都是很厉害的 当时的希腊的经济很萧条 那个劳动者的处境也很困难 因此包括这个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影响都是很深的 然后由于这个国内的那个左派运动的兴起 又导致右派要采取更铁腕的办法 于是1936年希腊就发生军事政变 是吧 当时的那个军头叫做梅塔克萨斯 就推翻了文人政府 建立了军人独裁 整个希腊就变得非常之专制 甚至有人说甚至比那个 比那个那个那个奥斯曼帝国时代都更有甚者 甚至我前面已经讲了 他都把他甚至把希腊古典时期的那些书都禁了 连那个亚利斯多德斯诺芬都给禁了 实行严厉的那个那个那个军事独裁 那么因此也就使得这个 当时的希腊 第一是因为这个军人独裁非常之不得人心 对老百姓的镇压也很厉害 第二是当时的国王 我们知道希腊的这个 这个他1834年以后建立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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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啊 国王都是外国人 是吧 都是奥托一世是巴法利亚人 那个乔治一世就是执政五十年的那个那个国王 是丹麦是丹麦王子 不过他丹麦王子其实也是讲德语的 也是也是德意志人 这个在欧洲是个常见的现象 那么这些人他们的执政 执政的结果不怎么样 他们本身又不是希腊人 所以在老百姓心中 呃其实是威望是很低的 那么到了二战时期 希腊就沦陷了 沦陷以后 希腊就出现抵抗运动 而希腊的抵抗运动 跟呃欧洲很多国家的抵抗运动一样 都存在着两个基本的派别 一个就是那个共产党搞的啊 那个那个就像铁拖啊 呃就像那个呃这个这个希腊共产党 在那个二战期间发展出 希腊的那个民主解放军啊 那是是是很强大的 当时在抵抗运动中 呃是是是呃是是是最强大的一次 那么当时的流亡政府啊逃到了埃及 那么流亡政府在希腊国内也有抵抗运动啊 这就是呃战前的呃正统政府 是吧这就相当于呃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是吧相当于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和呃铁拖 是吧那么他们一般他们呃呃 呃虽然都是抵抗呃呃呃都是站在盟军一边的 但是他们一直在进行呃内战 是吧一直在进行敌后的内战啊 啊就是那个那个呃呃共产党和右派武装啊在那里不断的进行冲突 那么这个内战呢在呃呃还在在抵抗运动时就已经很厉害 呃南斯拉夫和希腊其实情况都差不多 对吧实际上都是呃你要说他们花了多少力气来打德国人都很难说 但是他们那个呃呃自己和自己打啊就共产党和右派之间的战争当时的规模就很大 那么这个战争呢因为这尤其是在希腊因为战前希腊的那个呃呃当时的右派专制就不太得人心 所以呃这个共产党的影响当时也是很大 所以在一八呃一九四四年呃呃二战行将尾声的时候 德国军队从希腊撤走啊大概在呃十月呃一九四四年十月撤离希腊呃呃 呃希腊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基本上控制了希腊的局势也占领了雅典 那么这个时候盟军几乎同时也进入了雅典就发生了希腊的四年的内战啊 这个希腊的四年内战呢呃应该说内容是非常之丰富的可以专门呃讲一章 而且他也是希腊现在希腊史上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呃 其实我大概在六七年以前呃第一次去希腊的时候就想呃了解希腊内战 结果后来就发现希腊内战是希腊现代史中一个非常大的窗疤 呃没有人愿意提这个事呃呃那个雅典有一个最大的战争博物馆呃 呃希腊的第二大城市呃萨罗尼塔也有一个很大的战争博物馆 这个战争博物馆琳琅满目啊 呃内容非常丰富是欧洲比较呃呃办得比较好的战争博物馆之一 但是很奇怪的是死了几十万人的这个呃 呃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的呃一九四八年的这个内战呃呃 其实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呃一九四九年的内战 呃居然在这两个博物馆中在雅典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在那个呃在那个在那个在那个萨罗尼卡的战争博物馆中 只有只有呃呃一个呃呃呃呃只有一一张图片是吧呃呃反应了就从战争到和平是吧呃里面呃有一句话题到是吧呃 呃内战以后啊不是那个二战结束以后又出现了内战然后就实现了和平是吧呃具体内容一一句都没有是吧 原因是这场内战呃死了几十万人那真的是非常惨的 而且现在的希腊人认为 那就是自己打自己 是骨肉相残 失败的一方不堪回首 胜利的一方 现在也不认为这是光荣 整个希腊没有 没有那个宣扬内战成果的那种 那种报道 那么由于内战的结果 那个希腊差一点就变成一个 苏联式的国家 被纳入战后的东欧那种国家的范围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实现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跟中国是恰恰相反的 因为中国在抗战结束的时候 本来是国民党非常强大 共产党当时是远远不如国民党的 但是内战的结果 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而在希腊正好相反 在希腊二战结束的时候 共产党的力量远远超过右派 但是内战打下来 共产党失败了 右派倒是成功了 这里头的原因何在 其中包括我们对冷战的很多 一些新的认识 我觉得有必要另外讲一个 这个也是在希腊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那么不管怎么说吧 我今天就只讲一点 就是内战的结果 使得右派打败了共产党 而这个战争 战争中崛起的右派 他就变成是极右 就是专制的程度也很强 而且实事求是的讲 在内战以后的一段时间 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是支持右派专制的 这也是当时整个欧洲 除了西欧的北欧的民主国家以外 东欧就建立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专制 南欧的三个国家都建立了反共的专制 就是西班牙的弗朗格专制 葡萄牙的索摩查专制 和希腊的帕帕多普洛斯的专制 这三个人都是军人独裁者 那么在这个时期 由于冷战 西方主要考虑的是押住共产党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国家也是 也都是独裁制度 那么后来一直到 就是这个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出现所谓的地中海民主化 就是在东欧民主化之前 先出现了地中海民主化 就是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 那个葡萄亚 共和制 包括希腊的这个军政府的倒台 这个就同时在大都是在1973到1975年间 南欧的这三个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 那么到了九十年代 当然东欧又实现了民主化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波民主化了 那么到了这第三波民主化 那个希腊才建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制度 而这场民主化和军政府对外的冒险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个民主化之前 希腊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放缓了 这里我要讲 希腊在那个 五十年代马歇尔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下 经济增长 那么后来军政府建立的头几年 经济增长也还是在维持 但是在 他的那个腐败很严重 是吧 两极分化很严重 而且 而且他那个经济增长也是以低人权为代价的 所以导致老百姓的那个不满也很强烈 那么由于这个原因 当时的军政府为了维持独裁 也想到要对外冒险 这个和巴尔干战争以后 那个就是第一次西土战争 导致这个 这个这个国王的下台 国王的被罢处 是很类似的 当时这个 当时那个帕帕多 帕帕多普洛斯 就是当时的那个军头 当时的那个军人独裁者 他就想到 要在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塞浦路斯今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国家 这个塞浦路斯岛啊 是那个东地中海最大的岛 他主要的居民都是希腊人 大概百分之八十几是希腊人 当时希腊这个所谓的伟大理想 是一直是想要把那个塞浦路斯给拿过来的 但是因为当时英国在塞浦路斯有很重要的军事基地 英国不愿 而且塞浦路斯不光是希腊人 他还有土耳其人 情况也比较复杂 所以他就没有归宾到希腊 那么到了六十年代 英国 希腊 土耳其这三个国家 经过协商 决定塞浦路斯不加入土耳其 也不加入希腊 要独立 于是塞浦路斯就独立了 独立以后执政的是一个东正教的领袖 就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这个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他是个希腊人 但是他是主张独立的 他是不认同希腊的军人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帕帕多普洛斯 就是当时希腊的军政府的独裁者 他在国内遇到危机 遇到合法性危机 国内的很多不满 那么他想到的一个办法 就是要把塞浦路斯拿回来 于是他就策动了军事政变 把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府 给推翻了 推翻以后 他就煽动塞浦路斯的那个希腊的 希腊族的右派 欢迎军政府出兵塞浦路斯 把塞浦路斯给送回来 可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的土耳其也在盯着塞浦路斯 那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被推翻以后 土耳其就出兵塞浦路斯 而土耳其在当时 那个英美这些国家看来 要比希腊更重要 因为他卡住了 那个重要的黑海海峡 大家知道拜占庭 波斯普洛斯海峡 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土耳其本来也比希腊大得多 而且土耳其当时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的那个世俗化政策 也是穆斯林地区搞那个宪政民主 搞那个现代化的一个带头羊 所以西方还是比较看好它的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再加上当时希腊的军政府也很腐败 而当时土耳其的那个世俗主义改革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土耳其的军队很快就搞得那个军政府没有办法招架 马上就内部矛盾的爆发 对外对外冒险的失败导致了对内 导致了内部矛盾的出发 希腊马上出现学生运动 尤其是当时的那个雅典理工大学出现那个血潮 然后军人镇压导致整个欧洲一片哗然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终于由于内外交困军人政权 就终于一开始是一场政变 一个军人推翻了那个约安尼 约安尼乌斯推翻了帕帕多普洛斯 然后这个约安尼乌斯上台以后就顺应潮流 就是还政于民 最重要的就是1974年 他把那个流亡到流亡在法国的自由派政治家卡拉曼利斯请回来 卡拉曼利斯是一个右派 但是他是民主右派 他回来以后 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允许希腊共产允许希腊共产党合法化 是吧 因而化解了左右的矛盾 尤其是极左和极右的矛盾 极右的军政府那就是垮台了 那么极左的那些人 在希腊内战以后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然后他们都流亡到苏联 然后在苏联又不停的进行党内斗争 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讲了 那么总而言之 到了这个时候 希腊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一样 也愿意接受民主制度 然后就是在1974年 卡拉曼利斯允许希腊共产党合法化 希腊实现了历史性的左右和解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50年内 希腊逐渐逐渐形成了两大党 就是那个所谓的右派 就是新民主党 所谓的左派就是泛希腊 那么当然这两大党跟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一样 现在都出现老化的趋势 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新兴的 就包括现在执政的那个什么奇普拉斯这些人 但是基本格局就已经定了 那么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看起来 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 希腊这个国家跟我们看到的其他一些国家 尤其是那个东方大国 是吧 他的国情 他的历史 他的大小 他的发展水平 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差别都千差万别 尤其是就文化而言 是吧 我们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多少多少区别 而西方文化又是所谓的两西文化 我前面讲了两西文化的结合点 两西的结合点就是希腊 东正教和那个古希腊的那个文明 但是这两个区别那么大的地方 其实他们的民主化都非常曲折 都非常一波三折 而且都非常落后 尽管希腊 古代希腊雅典是民主的一个明星 是吧 但是在近现代 希腊是被民主遗忘的角落 是吧 一直到七四年才跟 才跟那个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 才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 那个两次共和国都昙花一现 是吧 第一共和国只有八年 第二共和国只有十一年 是吧 那么其中经历了很多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是吧 其实我们分析起来都有很多直接的因果关系 前面提到的那个身份政治问题 是吧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 那个 那个在专制时代就出现了那个小共同体问题 就是那个希腊的那些会长 是吧 希腊的那些 那些 那些哈伊杜克 是吧 阿玛托利 是吧 这些类似于会党 类似于中派 这些东西 地方势力 这些东西 他和中央集权之间的那个取舍 这里我要讲所有的宪政路程啊 都不可能一下子 呃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一蹴而就的摆脱所有的属负 是吧 那么在整个宪政过程中 人们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很多那种 是吧 呃 利用某一种属负去摆脱另一种属负 是吧 两害相权取其轻啊 呃 这一类的选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产生啊 无数的波折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启蒙的异化 是吧 那么呃 宪政民主制度 呃 是一个近代的潮流 但是这个近代的潮流 在很多国家都不是直接的 是吧 都是经历了一个拐弯 是吧 比如说在中国就收到呃 中国学西方实际上是在学日本 是吧 呃 那个那个那个 呃 希腊人学西方实际上是在学俄国 是吧 那个那个呃 有意思呃 是在呃 就是希腊的同盟会了 是吧 是在奥德萨 是在俄罗斯帝国成立的 而中国的同盟会是在日本成立的 是吧 因此那个中国的启蒙带有日本的特点 呃 呃 希腊的启蒙带有俄罗斯的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 又对他们的后来的那个 呃 那个民主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总而言之 这些啊 因果关系啊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加以 而且这些研究都可以直接从 史实和史实之间的逻辑中 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把这些因果关系都不去探讨 而 一下子就把因果链上升到非常形而上的那些啊 那些虚无缥缈的层面 就是什么文化是个框 什么都往里装 是吧 动不动就在那里呃 呃 呃 什么啊 古希腊文化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东正教和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 说实在的 我觉得就很难理解 希腊呃 从1821年到1874年这段历史 150多年的历史 所呈现出来非常复杂呃 那个错综复杂呃 九折百回的呃 这些无数的呃 这些故事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些故事 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些故事背后呃 呃体现的与其说是文化 不如说是普遍人性的各个层面 包括他的阴暗面 他的光明面 他的世俗面 他的宗教超越层面 是吧 在不同的规则约束下的啊 那些种种的变态 是吧 这些变态本身都是具有 呃因果解释的 那个成分 是吧 我们如果要真的是 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把这 每一个因果关系 呃都呃都能够分析的呃到位 是吧 那么我们对这一段的历史的解释 呃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否则的话 我们就很难呃回答一个 一个问题 是吧 为什么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主要特征的啊 啊 希腊文明和基督教 是吧 在他的结合部啊 迎来现代化 却是如此的三三来迟啊 啊 那个呃 遇到了那么多的波折 这就是我们今天呃 讲话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呃 要使大家思考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核心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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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